说佛者用于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癌症和医学上所谓的绝症 请老法师与苦难患者开始 这问题我们在讲习里头也长讲 最好的榜样是山心小愿 希望得到这个病或者是所谓绝症 都看山心小愿 类似山心小愿这种状况的人很多 都产生了不思议的效果 我最近还遇到一个零老居士 东北人 他对的是淋巴癌 非常严重 医院检查出来了 要他去到手术 他不去 他在家里面念佛求往生 他并不希望好 正好 这是我往生的时候到了 念了半个月的时候 他的漫画就没有了 在去检查的时候 医院时候的检查错误 这你根本没有带着 我真的决心要求生进土 没去得了 又回来了 我说很好 回来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在佛法里面 名理上说 信心决定 大乘经里面常说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有清静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所以病好是治好的 病不好是你不相信 这个病会好 你常常的怀疑 这病能好吗 这肯定不好 所以医生把病医好了 其实不是医生医 也不是药力产生效果 谢谢 你相信这个医生 你相信这个药 这个医生跟医药就正烈 你又不相信他 医生再高明 药再好 对你不发生作用 所以佛法将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个我们要常常记住 这个才是永恒的真理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一定要相信 父亲告诉我们 生命是永恒的 人会不会死 不会死 从来没死过 也从来没生过 生死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生死是身体 身体不生活 生活所有的 你不会死 身体用久了 不再好使用了 换一个就是了吧 就好像衣服穿旧了 穿泡了 不再好穿了 换一件新的吧 灵性不死 世间人家灵魂 灵魂还有生死 灵性没有 但是人真正懂得 灵魂不死 他对这个身 他就不是很重视 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受少留意 毒的未生 这个身就不容易生病 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里面有毒 灵魂有病毒 严重的病毒 不叫三毒 贪嗔痴 但里面有三毒 外面就容易感染 如果里面没有三毒 外面什么样的细菌 都感染不上 所以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情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什么病毒都不会感染 所以要晓得这个道理 染上病毒是大慈大悲 能够化解 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病毒 所以他不是要用药物 没有信心 那你就要找药物来帮助 可是最重要的 还是把心转过来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实际为人 这个感应就不可思议